雪花飄飄北风潇潇 民众一手铲起地上积雪 尽管冷到破音 但民众就爱这感觉 银白世界享受美景映入眼帘 另一头已经搭好帐篷 拿起铲子就怕积雪压垮帐篷 三家人相约开着三辆车 还有人骑车上山 在寒冷的零下四度里头 来到这俊大步道 野营地还有他们 今年1月29号 同样是零下四度 来到俊大步道 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置身在银白山林中 有别于在露营区露营 软硬体设备应有尽有 就民众更爱野营 不过准备的要夺齐全 看看这蓝色一小台 可是热水器 搭配上这简易型的淋浴间 也是很享受 保暖这个要注意之外 厕所的方面的话 这个雪地也是要注意一下 还有这长生在荷欢山内 趁着冬天雪地里露营 挖起一大碗刷冰 淋上草莓酱 野外吃冰 供给自己来 不过看看这地方 一眼望去 天地一片苍茫 只有帐篷里的围光 照亮周边的建筑林 达人说野营更能清净大自然 不许还能碰到野生动物 他的缺点就是说第一人太多 景色就是受限 然后晚上的话太吵了 不过到底要怎样找到秘境 网络上打出关键字 秘境一箩筐 但看在达人眼里 这已经不是秘境 想要找到有配方 有别于露营区 有水有电有吃 还有得玩的便利性 民众远离成销 在秘境中以野营的方式 三五好友相约 一起享受体验大自然的生活 三立新闻委员 胡宗长台中报道